你跟主持人说打火机怎么回事 打火机什么打火机 就你去酒吧打火机 我去酒吧找我一个朋友去要钱去了 但是那个打火机 是我跟他来了之后来找他 来正好一个朋友吃饭 和他朋友一块吃饭 我就发现他有一个新的打火机 打火机上面写的是那个酒吧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我说你怎么有新的打火机 你又没去这些地方 我就问他 那个饭局上问他 然后他朋友正好看到了就说 这个打火机是我的 特别自然而然地给他演示过去 我特别明显 然后当时我就没有戳穿他 我就给他点面子 那好吧就这样 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最后才跟我解释说 我就是去酒吧了 我生气的点是他没有告诉我 他骗了我这个事情 去了酒吧之后就没有过去 你不介意他去酒吧 介意他不告诉你 我介意他去酒吧 更介意的是他去酒吧又没有告诉我 好好好 那天晚了他睡了 我就没告诉他 我就直接去了 但是 不是 他是当天没汇报 是第二天跟我说 也什么时候我去酒吧 那么晚晚上去酒吧 我觉得也不太好 酒吧有好多硬性什么的 会认识好多不同的人 我就觉得很担心他 他也没跟我说 是我后来发现的 好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是我第二次来的时候 来找过他两次 一定四个月 然后他就跟我开一些 不合时宜的玩笑 他有时候说话 我就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 就那些小事就 他说啥了 就比如说我跟他去逛了个商场 逛商场 然后突然碰见一家密室 因为这家密室我在斗鞋上经常刷到过 了解里面一些情况 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密室里面的这些情况 之后他就问我 你去没去玩这个密室 我就开玩笑说的 我去玩了 去玩之后他就特别生气 他就很信我去玩密室 不是 本来他就喜欢玩这个密室 我们俩之前也去玩过 密室里面有很多异性 他说他去了 我就特别生气 就是有感觉是骗我的感觉 不 你到底去没去啊 我是没去 我开玩笑似的跟他说我去了 就是他在不合十一的时候开玩笑 可是他去密室玩也没什么呀 这个世界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啊 还是没跟我说呀 他走在马路上 那不是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吗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 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